我们永远看到他 你就不知道他不像是什么母样 他永远是笑咪咪的 而且我觉得他 你看这么小一个国家的一个国王 和世界上那么多的大国打交道 然后不失他的尊严 他的身份 而且得到了这么多大国的 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亲王的好感和重视 这很少见的 有的时候一个小地方就是出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人物 然后就影响了他那个地方的命运 你看他本来他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 结过六次婚 有各种各样的嗜好 听说挺风流的 很风流的 然后他按说就是就做个太平国王 偏偏生在乱世 加在各种大国 你看冷战时期那时候 在越南中国苏联美国 而且之前还有法国嘛 法国执迷和越南 然后越南和柬埔寨又有一种 这种大小国之间的关系 他要权衡这么多的各种势力 你要左的右的强的什么 然后他能把这个周旋的还不错 他曾经是好像是想保持中立 当然到后来就是我觉得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政变了嘛 最后这个他还是就住在中国了 就整个这个红色高棉起来之后 他就被劫持了 是是是 已经完全超超出了 他已经是政治智慧和技术非常高超的一个人了 他呀 我这个他就在中国住的时候吧 每隔那么两三年吧 中方安排一次 他作为外国元首的一次正式的接待 就完全按这个 虽然他人并没有走 但是按来访来接待 我当过呢 他正式来访时候的陪同团长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到各处去谈话非常多 有几个事我非常感动 一个是他说他这个就是金边太平期间 他把他的这个 咱们说就是工人了 说下人了 就是什么厨子 花匠 这个司机 情节工 管工 他组织一个篮球队 每天还训练 然后他给各大使馆发邀请 要求大使馆派篮球队来进行友谊赛 而且他胜的时候多 因为他们这个里头有些工人可能身体好一点 大使馆的外邮官临时凑几个打篮球的 打不过工人阶级 不一定打得过工人阶级 还有一个他跟我说 他说他原来英语并不好 他学的是法语 英语当然也有基础了 他说就是因为被这个朗诺施里马达那个时期 把他推翻了 推翻了 他就要经常和各国记者见面 他发现英语的使用的范围 比这个法语 好像就是特别用处大 说他是后学的英语 现在但是参加各种 跟记者见面的机会 他都是直接用英语 谈他个人的政治观点 给予了个人的字式 他会访问 未来有什么